如果你們要遠離樹溝,很多人看著看著就誤以為是木頭的木 這樣能誤解木頭的木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鍵 我們來看 它是破掉了,所以看不是很清楚 實際上這個撇在這裡,就是跟這個樹溝產生相對平行的位置 它沒有接觸到樹溝 是因為納比的這個開頭,碰到這一邊才稍微接觸到 這是它其中的一個跟溝有關係的相關 另外我們再來看 剛剛有提到,來來去去的來 東方的東,大小的小,我們先寫大小的小 出到細就可以了 這邊比較小,這邊比較寬大 左邊這個點比較靠近這個樹溝 右邊這個點比較遠離這個樹溝 形成了不同的這種角度,小角度,大角度 這個各位要去認知 因為有的這樣才才好看,而不去對稱 楷書不講對稱,楷書講對比 你對比的感受寫對了 你看橫畫穿過樹畫,這裡比較小距離樹畫 另外的橫畫呢,很遠很遠的離開樹畫 就是成為對稱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另外我剛剛說,可能是木頭的木啊,來來去去來 大小的大,或剛剛這個豬的,右邊那個豬都算這樣的寫法 再勾起來,然後呢,三線不共點 所以呢,我從這裡拉過來以後呢 我的鈉要更降低 三線不共點 就是我們這裡已經有一條直線 被橫畫呢,穿過去之後呢 這一個點,要兩線共點 所以撇的時候不能再從這個中間有交集的地方拉出來 你必須要再降低一點 或者跑到橫畫來交接 隨你,也就是說我可以交接在樹畫 但降低橫畫的下方來寫 然後另外再降低一次來寫這個納比 這樣他們三線就不會共點 如果你覺得不喜歡這樣 那你就可以往這種 就在撇呢,放到橫畫的這個這一邊 然後呢,納比再高一點的放到這裡 這樣也可以 總之就是三線不要共點 好,這些我要講明的是三線不共點的法則 三線不共點 過去沒有聽過 現在聽過就把它記起來 這位老師在寫字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 他的字為什麼看起來能夠清朗 是因為我已經明白了歐陽旬的這個根本法則 是他線跟線的根本法則